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这些消息 那美国的事情跟中共国的事情 我跟朋友们说实话 你就看习近平 别人都没有用了 因为他已经把所谓的任何一个派别都没有了 这国家只剩他一个儿子了 所以他要死了 那中国新闻就OK了 他要不死就这样了 所以他有什么动作才叫新闻 其他什么弄个纸 再什么竖个中指 那个东西是持续过来的 用竖中指 那一直就有 艾未未当初就竖中指了 那是2008年 那个大激震死了孩子之后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新闻的 他左右不了整个氛围 但是习近平是死是活 鸽屁着凉的 什么打个喷嚏的 那是个新闻 美国呢 处于两党之政 这个咱美国分裂了 它是代表了一个世界走向 所以有朋友说 盯着美国新闻 它代表走向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过 从来没有 这么两极分化 这么对立 而且公开的 你打我我打你 从来没有 所以我们我们办这个直播的概念 给大家一种很直观的感觉 可能会在03的频道或者02的频道 02的频道它全黄标了 正在解决 一说大选就全黄标了 然后我现在正在制购那些机器 因为我知道怎么做了 得买东西 得天背东西 挺贵的 天背东西挺贵的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 这是刚刚出来 今天上午11点半 我大概我跟大家录制这节目的时候 他新闻发布会刚完 刚刚做完 这是这来自于一个议员 这个叫强生史密斯 Jason Smith 他把美国国税局美国国税局的两个这个举报人两个证人相关的内容给release出来了 给给通报了 那这个在之前有过说过那Jason Smith呢我们原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人 还有可能是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人员或者是美国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成员 因为他接触到的是财政是美国国税局的 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举报说美国司法部在袒护保护亨特拜登 所以是人家有证据啊 而且那个美国国税局那个人是从2015年监督过来 爷们实在扛不住了就给举报了 举报了呢 我们知道司法部跟司法部FBI 基本上袒护拜登就就就走到底了 所以在昨天有关众议院有关这个美国卫司司法部的卫司 袒护拜登的协议被揭护之后 结果今天上午美国众议院的这个人叫Jason史密斯的 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11点半开始的 他就向外公布了来自于美国国税局情报机构 美国国税局的情报机构就是所谓他的间谍机构了 他就是查税那些的 来自他们的长期的监督人员所披露出来的文件 那这些文件都是国家文件 就像国家答案一样 国家文件 来揭示了亨特拜登 在有关税务跟财务往来的内容 他大概我们因为所有报道都没出来呢 我就跟大家报这个新闻 这是而这件新闻呢是兑现了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科默 科默曾经讲过他如果不成的话就公布这个 如果FBI没有动作的话他就公布他的证据 但在公布证据当中有些安全叫安全条规安全条法 因为你要把它解密 你要符合规章的解密 你要知道哪些可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 那么现在看到公布的内容呢 他是做成一个大板子 所以中间有些话你可以看到他用点点就给省略了 所以他是一个节选的内容 他是进行思考过有些东西不便于公开公众 因为他欠扯上是个人隐私嘛 所以他不便公布他就没有公布 但是被公布的就公布的 那这件事情要经过美国监督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通过的 或者是司法委员会通过的 我能理解我们这是他的法律规章嘛 肯定要经过一个委员会通过 委员会通过了就不承担责任了 我真不开玩笑 不会有个人承担责任的 只会把今天亨特拜登的裤衩给扒了 但亨特拜登经常不穿裤衩 那么又浪费钱又费事 对不对何必他那样的人不穿裤衩 省钱节省浪费 对吧 节省浪费对环境的污染 也减少一份污染的可能 这它肯定是环境污染 那个肯定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种节选的 上午八点钟 中院投票 投票之后 三个半小时之后 大概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新闻发布会 那媒体还没有反过来 媒体完全没有反过来 他要把所讲的内容回去整理 要整理 然后整理与自己相关知道的一些内容 才会往外公布 对不对 但有些媒体会公布 有些媒体不会公布 那在这个 在他史密斯的网站下面 就跟随了一些人 就跟随了一些人 所以这里面呢 又针对这件事情 就发布了 发表了不少评论 在YouTube上 有这份东西 官方常常 有这份东西 有这份内容 然后下面就揭示了一些人的反应 人听明白了 我呢 听这东西费劲 他实况 听实况这东西费劲 而且实况东西都是一来一去的了 那很多朋友 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我跟大家就讲有真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 对亨台拜登 对拜登家族打击是巨大的 这些都是官方资料 那这个东西 同时会影响到7月26号 在拜登出庭的时候 我相信跟这有关 拜登出庭的时候 法官在判断 这个 特拉华州的 特拉华州的这个联邦检察官 魏斯要想赦免亨特 是否符合法规 那你现在他公布这些呢 给所有人的概念就是 亨特拜登是个惯犯 是真正的人渣 人渣就是从小就是人渣 长到到死到时候 他也是人渣 人渣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人品质 就是这东西 就这么快乱说 我谁要谁要 你觉得好玩你就拿走 那他就会展示出人渣的概念 而这个人渣的概念 就会 我一会儿还有另外一个人渣概念 人渣的概念 会直接影响到今天的法官 那法官是一个人 法官我一个人做出判决 对不对 当做出判决的时候 人渣出来了 说我还OK 要他改国自信 人渣怎么改国自信呢 他改国不了 所以实际 他的客观含义会给 7月26号对亨特拜登判决 带来巨大影响 这是压力了 美国司法 美国的立法机关没有执法权 所以他只有压力权 这种压力来自于选票 来自于今天美国的社会的这种肩甲结构 因为公众会看见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人渣 那不是人渣你把你女儿嫁给他 对不对 他好你嫁给他 谁都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衡量 这种衡量是一个非常 非常直接的 就是人们会都会看到切身 哇塞 这全是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动物啊 什么东西啊 什么物种啊 不知道 但这个物种好不好 他能进白宫 你离白宫近一点 打折你的腿 抓你 那叫你威胁美国国家 你威胁美国总统的生命安全 你再挑战美国国家价值观 我才 这个律师那张魄子 对不对 所以这但人们唯一能够干到就是 我不选你 其实他影响的是这个 这是有一些人评论的了 人们说这是应该是拜登政府的 又一个好日子 这是埋态他了 另外那个人说 哇哇哇 这必须得看 这是每个人不同 这是问广告 这个东西是个广告 讲私通的故事 那下面再讲述呢 就是 有一个人讲说 主流媒体肯定会忽视他 完整会忽视他 但是呢 川普或者其他的共和党人 他们会看到这种强对强势的这种东西 就是整面整面东西 那另外一人评价说 这就是真正 这是真的是腐败 这些人必须被干掉 怎么样都说都有 然后有一人说 哎 没事 什么都没事 无所谓 因为 政府在控制的媒体 没有人去报道他 这个人的 另外这个人说的说 这是个大事 这是个大事 美国国税局的这个 这个举报人呢 把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拜登 作为今天亨特拜登本身 完全是 如果他不去 就他 完全是对对美国政府 美国公民的一种羞辱 一种侮辱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那而今天拜登所得到的一切 这个这个 司法不在保护他 拜登所得到的一切 就是对美国人民的 真正美国人民的一种嘲讽 那很明显 我们都知道 那还好 这种东西能够拿出来 已经就就OK了 他说那现在的希望就是说 所有东西我们看到一种底线 就是 它底线在哪 它的borderline在哪 另外一个人就讲说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这件事干得非常棒 民主党人控制的radio呢 audio呢 在如何去报道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 对民主党 对民主党派打击巨大的一件事情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美国从党派的角度来讲 完全分裂了 完全分裂之后 美国的国家就成为了两党党派之争 川普夹在中间 川普被夹在中间 那川普的中间作用 如果川普获胜 党派都出现问题 所以这是美国出在一个 大决裂大分裂的过程 这是个过程 这种过程呢 我还是回到我说的老话 朋友们一定守住自己的善良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我跟大家介绍这些故事 我跟你讲的态度也很简单 我们左右不了他 但我们知道 如果这人中要没有善良 那教堂都应该被毁掉 没错吧 如果人中不需要善良 教堂都应该被毁掉 那教堂还存在 管用管用是另外一边 教堂还存在 他还没有大规模的毁掉 这就是善良 从最浅薄的含义当中 我们善良能够存在的一个基础 一个条件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